傅林氏随身带着的手帕 也有那种身味 当时就有人查验过 那手帕包裹人身 而且手帕一直在他身上 他自己都说过没有失落过 所以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还有 他当时被御医看出来 有些神志不清 自己说过的话也颠三倒四 记得不太清楚 甚至还做出了 想要掐我脖子的驱动 那他有没有可能 也是中了毒 所以当时他并不是 马上被打入死牢 而是先收押 是准备审清楚的 可是没有想到 不等审问清楚 他被失踪了 和傅锦臣一起 这么说来 大家更会觉得 他是畏罪潜逃了 我后来也一直在 查当年的人身 却没有想到 竟然在太上皇的手里 而且还把这身送了出去 那太上皇 这是什么意思 诶 这羊皮卷上有字 还有图 昭国旧史 不得见人 上面还画着一个简单的地图 图上一处标出了一个图形 昭国旧史 为什么不得见人 阿月 你记住 这个代表 玉恒 拿江山图来 很快又暗卫送来了江山图 手指在上面倾滑 玉恒山 羊皮卷上这个图形 他当年曾经让我记住 代表玉恒 这么说来 就是说他给你留的东西 就在玉恒山 看起来这玉恒山离京城 也不是很远啊 从京城过去要多久 快马加鞭的话 不用时日 那另外两件信物 可能是要去到玉恒山 才知道是什么作用了 但既然独人身也在这里 玉恒山的秘密 会不会跟你当年中毒的真相有关 玉恒山自然是要去一趟 嗯 你收着 现在东西在我这儿 地方你也告诉我了 难道你就不怕 我自己先去探一探 你会一个人去吗 不会 我觉得你信得过 不过你这堂堂郡王府 难道就没有地方 收这几件东西吗 为什么非得放我这里啊 萧兰元只是笑笑 没有说话 放在他那里 他才觉得 他们之间 还有着比一般人 更密不可分的联系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玉恒山 准备一下 至少也要等十来天